詞曲 李宗盛 郭先生 《中央宣告》 《中央宣告》 現在呢 分為四個區域 第一個暫期 暫期現在由中央宣布的 再來第二個就是 九十個載台 都會在這邊看 一直在跑 這九十個載台它要結合 我們現在要把它結合到三個panel 跟兩部computer在做成功 在立體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安全系統的領域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並不能像傳統的造建方式了 就是把所有的裝備買來 放在Console裡面 或者制定在某個區域去做操作 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之間的領域要安全性的 人家會做一個檢視 所以說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的潛艦的壓力殼 那這個壓力殼呢 那現在臺團 他有能力去做 那第四個就是 這個潛艦的孝池鎮池 那如果說今天一個 我要這樣講 如果潛艦不去做孝池鎮池 他就是一個火把 中東的火把 水下的火把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們的反潛機 只要經過 他怎麼來偵測到水下還有潛艇 適用他的池 就地尺 N到S的地尺 會產生感應市場 然後我們潛艇是鐵座的 然後他就會發掘到這個區域的 永久池市場非常的高 他發掘到這一點以後 他立刻就會丟下森標 森標用SOLA去搜索潛艦 搜索到以後 頭皮頭就繼續跑 可是最原始的動力是什麼 就是它的池的增加 這個區域的池增加 所以我們通常一般看到 一些間接船 他在做水紋的測試 事實上也在做池廠 這個區域的池廠 到底在沒有 進通的狀況之下是多少 潛艇如果你不去做 孝氏診池 他這個區域的池廠 會被永久的池廠 會增加 一增加以後 就被反潛機偵測到 他就丟森標下來 去找這邊的位置 所以潛艇在這個區域 非常重要 潛艇的孝氏診池 那現在各位在這邊所看到的兩樣 一個就是 90個系統 做一個整合的宅廠 第二個就是 我們的孝氏診池 那我就左翼的向各位去介紹一下 90個為什麼要這樣做 各位也知道 我們的 所有的 潛艇的動力式電數 總共有 按照 2086年 進來的CGRIM開國 它總共有420個動力電瓶 那420個動力電瓶 用串連的方式 它從300到600幅 那它整個的 Cycle的充電 跟 XG跟DXXG 它由 Auto XG System 這一個CAMILO電腦來負責 那Auto XG System 那它由這套電腦負責呢 它事實上 它的安全系統 是很多 因為司法爾這個電瓶 在下電瓶床的時候 當它在抽電的過程中 不產生親戚 因為它是欠單電瓶 那親戚它一定要要親戚增測器 發掘到到達2% 只要有火光 錢裡就炸掉 它的危險就是這樣 第二個 我們如何把這個親戚把它稀釋 就要靠電瓶的 電瓶床的抽風 我們會把電瓶床抽出來以後 把親戚帶出來 送進機艙去讓我們的主機去燃燒掉 這一部分 所以說我剛剛在講 親戚的偵測系統 空風 還有再來 當我電瓶是用Cable去Link的 那所有的Cable 因為 當它在Partial充電的模式 我們充電三部群 Partial的充電模式 是由Mesma Kudden 到Keep it Ready 到Barber 那我剛剛在講 當它在Mesma Kudden充電的時候 是6000A 三部發電機 同時向電瓶充電 當它充電有6000A的大電瓶 所以它的極頭 在鎖的極頭 會發展 所以我們那時候 在極頭一定會有一個cooler 冷卻系統 把它溫度降低 第二個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對我一起 我們的通風系統 我們的擬缺水 一來就是 Air的攪拌性 因為我們的切磚電瓶 它現在在下面 我們要把酸 把它溢出來 到跟振留水去溢 那我們要用攪拌系統 所以它用空氣Air去做攪拌 這個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氫氣 那這個四個系統就被 然後恰意去申學ACCAS的系統 牢牢的keep住它的安全 它所發生的狀況 它也就是看到反應 它要做立刻的反應 那它在這個地方 是local的控制 我剛剛在這邊講 local的控制 remote control 會在我們的ECP 這個區域 整個做顯示 那這個 這個部分呢 ECP ECP control panel 它會 這個會在機艙 會在機艙 那個也會在機艙的後端子 來做操控 做操控 那它會把這邊 所有的control會 會Display 令到我的ECP 另一方面 第二個就是BMS 這叫BMS呢 會把我四把二十個電瓶 一個電瓶裡面 它有四個參數 比重 意味 溫度 電壓 會完全把這個四個 用光籤 有一個 一個用一個 神社用光籤 整個傳統到我BMS 系統給來 BMS透過光籤 會跟我的ACS 會做立刻 為什麼呢 當它每一個電瓶 到達它的轉折點 當我Meshmark 最大電流 保持均電壓 做電流 reduce 下降 到最後兩百萬元的發佈 那這個轉折 完全要靠BMS的Data 另外 所以說 市面上沒有現成的 你要去針對你的電瓶 去設計 去做控制 整個的控制 所以我剛剛講 潛艦的藍處在這裡 那至於這四個系統的 那你也是一樣 要針對它的特性 去做一個特殊曲線 來做給它控制 所以這兩個Compute的電腦 主要目的是在做充電放電 那我剛剛講 那邊 一經常出Panel那個地方 它有一個三部主機 三部發電機 那這三部發電機 那我剛剛講 它在什麼時候去充電 那我們有兩種充電模式 一個在水面上去 一個是在出區管上去 那它在海底的時候 在11點85就出區管 所以它會伸出 Sloating管 這個Tuber出來 然後呢 同時 Air吸取大地的空氣 同時呢 把這個肺煙排出水面 排出去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載 你們這家控制 是載我們的 這個地方 那這個位置 叫Traming的平衡就是控制 那當然我剛剛講 它的 Trop Air 它的 空氣進氣的系統 在這個地方控制 那它排煙 在這個地方控制 那它這兩個檔 就會控制我們的 DSS 就是 然後DSS 就會再去控制 控制上面 它的排煙 然後再來 Reback回來 控制它的進氣 所以我剛剛在講 整個系統是一個打定的 它環環相扣的 你今天買了一個 柴油主機 發電機 那我剛剛在講 那你要製作這些 所有的邏輯 去控制它的安全 那如果說 當我復興館 進氣的時候 如果有海水 打到它的 Air的 這個蓋子上 它上面有三個 Water Detention 它真正到 Water Detention 真正到海水的話 它立刻就要把Air 這個空氣關掉 碰就打下來 為什麼 它把海水 關進到我的 散布局 發電機裡面 當它關掉以後 這個時候 它吸 它才有主機 是定管處的 這個時候 它要吸進空氣 從哪兒來? 機艙 所有的機艙 不是啊 所有的艙間的空氣 就會被它吸進來 這時候吸進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當它吸到3吋的時候 就會產生地位 吸到5吋的時候 這部DSS會自控把主機切掉 不然人全部都死掉 氧氣給它抽掉 所以它節節環環的控制 是這個系統 是獨立的 可是我們最後 我們會有再一個 Auto Chai 申請控制DSS 然後再來控制ECU 然後再來控制我剛剛的安全體系 所以我剛剛講 它的困難是在這裡 我們要怎麼樣 建立一個安全體系 所以我剛剛在這邊講 我們發展了三個Panel Indian Control Panel 這個部分 是做動力的推進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講 推進的一個 我剛剛講 五種推進的模式 那五種推進的模式呢 我們可以 我們現在呢 可以用這五種推進模式呢 你可以看任何一種推進模式的 一個 Brega的固執狀態 固執狀態 那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快速的取得 這五種固執的狀態 推進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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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剛好 Slow的模式推進 那這一塊是我的推進 推進系統 這一塊是我發電機的控制 這一塊也是屬於 機器排氣的控制 那這個地方就是 我跟你講 澳勒提議 安全基統 在 Bismol 的一個 地下 那這個量是我BMS PETAMORAL SCRENT 在這個地方 也會在一起 這邊的OK 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 LIFTING 主機這個地方 它的大軸啟動的時候 它要先用LIFTING 因為它太重 它要先用EA 八十三個棒擠起來 讓什麼 讓我的Armiture可以旋轉 產生泡沫 安全性來旋轉 所以這個另外也就是 大軸的安全體系系統在這裡 已經變成防守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叫陰軍防守Panel 那這個另外叫全民的兵 我們知道潛艦的兵人 他必須靠 我剛剛講的一個煮水櫃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調整水櫃 這個量是調整水櫃 這個量是煮水櫃 我們可以瞬間把它立刻打開 這個時候呢排氣會整個排氣 我剛剛講 我們的2300到2600 300噸的水位 立刻就會進入止水櫃 然後我把它關閉以後呢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它的政府力跟部力是均等的 它只要靠推力 潛艦就下去了 下去以後呢 那我剛剛講 那你要得到一個完整的平衡 就要靠我的 平衡的簽名這個地方 來做轉水的平衡 所以說呢 那昨天各位也到賢濟德去了 賢濟德所展示的他的 海多利克的power pack 海多利克事實上 是在我的這個地方 這一小塊 是我監控海多利克 也控制海多利克 所以它在我的後面 只要它給我利克上 OK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利克的變成 所以也就是說 我隨便打個比例 所有的控制全部在我的panel上面 我就可以做控制 後面就是我所要的一個 遠界性的一個組合 那這一塊是我的海多利克 你昨天看過賢濟德 我們今天把它配合到三個power pack 它有三個一組 兩組三組 你看現在全資格在做切 那這個是八個五 賢濟德的海多利克生性 就是要控制這八個五 這個八個尾的升降 我可以告訴各位8秒8秒 這個12秒 我們都可以把它上升起來 這是個模擬器 來看過 你按下去 都會有race pump的反應 做立刻的回憶 像我現在做吹命的旋轉 OK 我可以把它開啟 我開啟以後呢 各位看一下 我可以 立刻就會轉水 那轉哪一個水呢 我們可以 現在水一直在 在做轉水的動作 然後我先把它關掉 OK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可以從任何這五個水線之間互相轉 另外一個 頭皮肉的魚雷 調整水位 當我打掉一顆魚雷的時候 我那調整水位 我調一個海水來抵抵它的 重量 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整個training的命運 那這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在講 這個send control panel CEP的部分 主要目的是training的命運 來做全船的控制在這裡 那再來就是 多餘潮物行動 這個多餘潮物行動 這個多餘潮物行動呢 主要目的是 就是控制潛艦的下潛 跟少數 各位看一下 現階段 我可以做個100公尺的下潛 那個誰啊 好 來做100公尺的下潛 剛剛已經放了一個 迴旋310公里 那我有凹頭的模式 各位看一下 我用100公尺的下潛 我可以看 各位 好 要往那邊看 下去了 一個training tool training tool training tool 腳度是15度 可以看 那邊用training tool 它會 這個劇力腳度 是我想見 還希望能夠帶 25度的下 這個部分是我的真具 我一直往下潛 那這一套呢 2003到2006個 一個數學模式的model 是由 昆山的 昆山大學的 這個 這個 教務長 林 他媽長 林教授 他所賺錢 在這個 他比如說在這裡 那主要目的就是 驗證 我們整個的數學模式 跟實際的 一個流理力學 是不是面對 好 這一部分 那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回到100公尺 這邊 會在15度 然後慢慢慢慢 就是停住 會拉正 可以在這邊看 那這個系統呢 告訴各位 32個 耳浪 它還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 Everging的 Everging的操控 我們現在有兩部分 一個是Deep的深度 一個是Post的航向 一個Deep這個位置 再來就是Everging的model 再來就是Manual的model Manual分了Stable 跟Post side 然後再來就是 Manual的Control Auto的Control 現在是Auto的Control 我們準備下100公尺的深度 傳入是8階 來這個深度 在那邊往下 下去 那當它到達95公尺的時候 各位看 這邊會有一個進階 紅色的往下線 我們現在設計 這條線是100公尺 因為你在這邊設計 所以你看這邊是100公尺 看到沒有 這邊是100公尺 等一下 深度的線是62公尺 你看 63公尺 一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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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 另外一種模式 是Post 一種模式 然後這一套 我要在這邊講 你現在所看到的 應該是 類似於 我們C-Driven Tiger 所有的 一個操控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C-Driven是沒有 這三個檢測器 那我們現階段 把這三個檢測器 放裡面 所有DTAIL的 一個Stuck Deckground 讓官民很容易 就能夠知道 Truple shooting 在什麼地方 這是現代的 那以前在 二十年代之前 全部都是Login的控制 都是8050 都是Micro Process 8050 那現階段呢 我們完全用 火光PLC 火光Login的控制 還有我們的光天 做整個大系統的建議 所以 當然二十年前所做的 跟現在是 完全不得同日而言 所以 可是呢 我們所有的安全 可是有的程序 完全抵造了 我們二十年前的C-Driven 來做整個的設計